在蔡总统上阵以来 我们在能源的发展上 都一直朝着减煤 蒸气 然后 斩绿 还有飞核 这一个方向来做 我们大家也知道 在这几年的努力上 我们增加了燃气机组的建设 然后减少了燃煤的机组 当然再生能源的发展 更是大步的在向前 我们最近这两年 大家都已经了解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已经超过了核能的发电量 在核能研溢的问题上 实际上我们真的是需要 好好的再来考虑 我们目前也都相当的了解 即使我们要有核电厂 研溢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也需要有二到三年 我们需要再评估 这个已经运作40年的核电厂 是不是它的安全 确实是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 我们还要面对到核废料处理的 这样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在目前经济部也好 或者台电公司 对于核能厂的研溢的规划 目前能够朝着这个厨艺的 既定的这个计划在进行 那我想相关的这些资讯 就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当然是尊重立法院的 委员行使的职权 但是希望这一些资讯 有能够提供给大家 来做更理性的讨论 对于核电厂 我们要研溢应该要顾虑到的 很多的问题